最近国产SUV呈现了爆发的态势 而且一款比一款车型重磅 而在新一期的工信部申报名单上 我们就看到了五菱汽车首款银标SUV五菱星辰 去年五菱在车展上就推出了他们的银标概念车 一款非常硬派的红光侠 不过他们的首款量产版的银标SUV和红光侠却有着天壤之别 五菱星辰的外观看起来跟硬派完全不搭边 是一款标标准准的城市SUV 它的造型看起来还是很漂亮的 车头使用的是很明显的五菱家族风格 和红光迷你EV五菱红光等车型非常相似 但更加的精致 尤其是非翼式的日行灯相当有质感 再配合五菱的银色logo极具特色 新车的侧面倒是还有一些硬派的味道 不过这台车的尺寸并不算大 长度4594毫米 周距为2750毫米 算是一款紧凑级的SUV 该车尾部最有特色的就是尾灯 虽然没有使用贯穿式的设计 但造型同样很别致 辨识度很高 新车的内部会使用什么样的造型 现在不太清楚 而动力方面则没有什么悬念 就是1.5T的发动机 五菱星辰的定位并不算高 估计它的价格应该是很有看点 如果你今年想买一台入门级的SUV 那么五菱星辰值得一看 那么五菱星辰值得一看